那是我的中國護照 上次我零雙手回 在選舉前三天我收了一下護照 鼓勵大家站出來投票 來告訴台灣人民說 這個國家不是你們的祖國 問到一個問題 如果對岸要武統台灣的話 那他不敢表達他反對 我能理解他不敢的原因 直白的說出武統的話 他會丟掉很多派票 何況他們這些民間團體 一直走的是促進統一的路線 也就是說要不開槍 要做顏色革命一樣的 把台灣人的思想 轉變成新疆集中營的那種思想 就是要愛國愛中華 所以他們的理論基礎 就是大中華主義 他們認為大家都是漢人 就應該是同一個國家 多年統戰工作 一直是想是做滲透工作 但是要把他們明目張張 變到革命鬥爭暴力鬥爭 是用武力的侵占台灣的話 他們也覺得那是最後一步 所以台灣人在台灣 在中國要麼就被傳媒上監控 要麼就像徐春瑩那樣子 被全程好好招待 成為統戰對象 想讓你回到台灣去發展勢力 建立影響力 比如說能夠當上立委 這是他們最開心的事情的 有一個立委被他們操控的話 佐拉是誰 沒實在 來幫我們tag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佐拉來上我們節目 我講說你是前中國籍 可以嗎 前中國籍公民記者 很複雜 可以說可以 也可以說不可以 因為我的國籍 不是由我來決定的 中共它說我是中國國籍 那我就是中國國籍 現在我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困境 可是你現在做選擇了啊 我顯然已經燒掉 我的中國護照了 來來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的台灣護照 上面這是佐拉 佐拉是我的現在的法律名字 這個是我的中國護照 上次我在你們選舉前亂了一下 在選舉前三天我燒了一下護照 鼓勵大家站出來投票 來告訴台灣人民說 這個國家不是你們的祖國 沒有 所以你同時這本護照 他沒有收回去 不是 他沒有繳回 他只是幫他做回覆 我去申請護照的時候 我還特意找到花蓮的那個 什麼東半 行政院東部辦公室的 五樓和四樓都是問的 一個是外交部 一個是移民署 去問他們為什麼我可以有兩本護照 他們都很官僚 都不肯讓我錄音錄音 所以徐春瑩 徐春瑩應該也有這一本 所有的中國配偶 都有同樣的狀況 我是唯一一個有資格 去給柯文哲當 不分出立委的人 你們入籍規劃的時候 這本護照沒有要求你們交回去 它完全假裝它不存在 那你們的身份證還在 中國那邊的身份證還在嗎 中國的身份證在你 台灣政府會要求我們去 辦儲籍嘛對不對 換這個護照的時候 簽一個承諾書三四天內 去註銷中國的戶籍 戶籍 戶籍註銷身份證 他就收回去了 註銷戶籍的時候 他把你身份證剪繳了 但是實際操作中 我爸爸告訴我 這個身份證被他偷偷藏起來了 後來去找到藥的時候 又拿出來沒有剪繳的 所以有可能我在中國 被他們命啊 把詐騙啊我不知道 還有這樣子 所以正本可能被他們 在他們藏起來了 對 它沒有實際的剪 他沒有當著我父親的面剪 並且我是委託 我父親去辦理住校戶籍的 所以我相對於焦慮祖父 和覆查是比較信任的 因為你沒有回去自己親辦 我是2008年去辦理的 當地政府不要求我去辦可以代辦 如果覆查和焦慮祖父 可以代辦的話 他們就不會被扣留在中國 不會有這樣的困境 好 因為我們請佐拉來 當然主要是因為有關於民眾黨 他們要提不分區名單裡面 有徐春英這個人 那徐春英其實我們不是質疑說 他中國籍配偶的狀況 不是 因為我們也非常歡迎佐拉 但我們在乎的是說 他的那個精神跟價值理念 到底是不是愛台灣 是不是愛台灣 這樣一個靈魂精神 所以我請教 像覆查你講說他的名字 你也沒有什麼違和 可是當在廣播中 然後問徐春英說 你身為忠佩的代言人 他兩岸婚姻怎麼 新住民 關懷等等的 你會不會想要 聲援八旗文化的覆查 然後他說什麼 這個我也沒能力去聲援他 也許在中華民國法律允許之下 有可能我就去關心一下 你願不願意聲援覆查 我願意聲援 我常常會轉發他的內容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官方渠道 或者是私下的渠道去壓力 我只是在我的社交平台上 轉腿 轉推 轉載 告訴我的朋友們 這個事情應該是怎麼回事 焦慮主婦是怎麼回事 所以是用這種方式去聲援 那因為你可能比較接受 這種自由民主的精神比較多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些中配 是有壓力的 就是說因為對岸 可能他們會審查 然後包括可能有一些 那個什麼管理員 都會在收集說你們的言論 所以會有壓力在 這個壓力的話 我要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才能夠讓你們解釋 為什麼這壓力在我這邊不存在 別人身上會存在 我是早年我是部落客 自己是網絡工程師 然後上班的時間是負責幫同事修電腦 所以只要同事電腦不出事 我就可以在上面衝浪 寫文章 換水 所以我就2004年寫到現在一直都在寫 所以我們寫文章是要像寫論文一樣 要引用 要著名出處 要不違反道德 也不違反版權 所以我們這樣的訓練的話 讓我們對很多事情有一個求真的精神 所以在中國的話我寫了兩三年之後 在2007年 然後那是中國的2008奧輪會開始的前一年 那天元旦 我並不知道歷史背景的情況下 我元旦寫了一篇文章 我反對共產黨 我反對一黨權政 這篇文章等於是我出道了 就是我從一個普普通通的網民 從此就進入了公共生活 我進入了這種社會生活當中 就去討論公共議題了 因為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 是因為我看到寫文章的過程中 2007年到2004年這個三年裡面 看到很多貪官被抓的案例 所以很多部長級貪官被抓 所以這種情況是聲明 這個一黨權政它是沒有外部約束的話 你內部講話講得再好聽 它也都是一黨權政 它總能掩蓋事實 掩蓋一些真相 所以我說我要反對共產黨 反對一黨權政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政府是能夠民主的 希望是有在野黨出現 希望能夠利用在野黨 利用媒體的這個監督的能力 去遏制貪污腐敗 遏制這種種種的不公不義 是因為我們看太多了 才知道這樣的中國是我們不喜歡的 所以我懂得是出道了 所以從2007年到現在 我都一直在關注公共議題 關注人權 所以我才沒有壓力 並且我是2010年就明歸百年的時候 和台灣女生認識 然後明歸百年的時候 結婚之後就移植到台灣來了 這移植過程中也是很曲折的 就是在我結婚之前 我就有兩次去國外去參加活動 被中共列入黑名單 不讓出境的那種 然後我心態比較開放 我也認識很多藝術家 認識很多律師記者 然後認識外國媒體 然後我也關注這些議題 所以我知道中國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們有一個部門叫做國保 還有國安 國保是國內政治保衛的工作 屬於警察的那個屬性 公安的體系 內公安體系 它之前是叫政治保衛處 然後今年又要把它改成政治保衛處 也就是說它要服務政黨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司法警察 它是一個政黨警察 它就專門負責監控民眾 也是剛才你提到的 很多中國配偶在台灣 不敢參加政治活動 不敢支持人權 不敢表態的話 都是因為國保在後面約束它 監督它 它在台灣也有被約束得到 這裡有個戶籍的問題 戶籍在的話能約束到 像我把戶籍簽出來之後 國保國安再也不接我電話了 他們沒有這個工作壓力了 但是如果我成為一個 國際事件的人物的話 我相信國保國安還是會透過 中國的那些渠道向我實現壓力 比如說我最近關注的一個案例就是 有人做武漢封城的紀錄片 然後他雖然沒有接到國保國安的電話 但是他姐姐老是被國保國安騷擾 然後透過了姐姐向他施壓 所以這叫跨境鎮壓 你在中國的家人會不會受到壓力 到目前為止沒有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要先聲明一點 施暴者不是我 我不應該有道德壓力 可是難免親情上會有一些牽掛吧 反正大家都要死的 我880歲了 我母親已經變成植物人了 應該 看得滿開的 早點看開就早點站出來 所以我2017年最後一次去看望父母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 我不會再去了 不會再回去了 對 不會再回去了 所以我爸爸是幾乎每天都會 你爸爸應該也滿體諒說 你不會再回去的這個部分吧 對 我爸爸只是一個煤困工人 他能體諒 他覺得孩子總要遠走高飛的 這是悲傷的部分 不談 總而言之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的話 我不是一個悲劇人物 我見到太多的人受苦受難 太多的一億人士遭受非常大的痛苦 我是唯一那個沒有遭受痛苦 算是一個喜劇角色的 好 我等一下再來請教佐拉 就是當一個這樣的新住民 然後他在兩岸之間 他很特殊的是統戰部的人 跟徐春英真的很熟 因為他那個大江南北 是真的大江南北 他雲南的也去 上海的也去 福建的也去 對不對 統戰部的官員 奇怪 有什麼外公 別人不叫佐拉 他們一定會叫徐春英 都有他的足跡 就是大家對於徐春英 為什麼會有這麼熱烈的討論 其實也是因為徐春英 他自身的言行而導致的 譬如說他去參加這個什麼音樂 音樂會 人家就給我票 奇怪 怎麼就你有票 而且還讓你做貴賓席 怎麼不給你票 怎麼不給我票 奇怪 就只有你有票 徐春監獄的票 然後去參加什麼查文化 什麼兩岸什麼什麼查文化 你自己的發言是說 對國家的認同 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不會改變 就因為你的言行 然後大家會開始討論說 所以這樣子立場的人 適不適合擔任中華民國 最高民意機關立法委員 這是因為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大家才會引起討論 好啦 那你現在這個 徐春英陪同你一起開記者會的人 這激進黨今天又PO出來的 新的這個 他就說你看徐春英 然後陪他一起開的 譬如說什麼牛春儒 然後譬如說這個 那個鍾錦明 對 鍾錦明是他那個兩岸什麼 婚姻的交流的那個的會長 然後其他的都是什麼 上面有名字 徐春英 牛春儒跟劉茜 然後大家因為當天焦點 都只有放在徐春英 習近黨就跑去收了其他三個人 想說陪同徐春英 一起開記者會的人是誰 好了 結果發現 這個劉茜不錯 這個劉茜感覺上 他的備份是滿高的 為什麼 因為 他只要出現在中國的場合 陪同他的中國官員 層級都是中央級 就是都很高的 統戰系統的人員 這是陪同劉茜的出席 出現的名單 包括了什麼審台辦聯絡處 噼里啪啦一大堆 這些全部都是統戰官員 想說如果劉茜是一個Nobody的話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人員陪同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所以你徐春英跟什麼劉茜 然後跟牛春儒 或者是跟什麼石雪燕 你們共同出席的場合 恐怕都跟中國官方的色彩 脫不了太大關係 譬如說這個台胞之家 全國台聯兩岸婚姻家庭 愛我中華主題研修班 剛剛講的幾個人的名字 通通都在裡面 劉茜 劉春儒 什麼徐春英等等的 大家都很 從名稱上面就可以知道說 全國台聯兩岸婚姻家庭 愛我中華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中國主辦 然後嫁到台灣 嫁娶台灣的這些陸配 中配 到那邊去幹嘛 進行不要忘本的故庚之旅 這些人員會不會在台灣裡面 不斷的在推銷中國的大思想 其中劉茜也好 什麼石雪燕 或者是牛春儒這些 都被激進黨認為說不對 你們參加這些活動 都跟中國統戰的這些活動 是有關係的 甚至劉茜還曾經公開的發言 推崇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 要實現祖國統一 所以在這種密切的聯絡之下 這也難怪大家會對 徐春英的立場 採取了一個比較關注 想說討論一下 你這樣子的人進入國會 好 所以現在問題 回到了民眾黨 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到目前為止 對於徐春英 他的確完全沒有否認 他的態度上面 他會散 譬如說我們也是要促進融合 你們在那邊挑起對立 他罵賴清德 就是沒有在 沒有在顧族群融合 看起來台灣社會 還是對這些陸配 很有歧視 很有敵意 也就是說 柯文哲不斷的在台灣內部 製造說你看吧 你們就是這樣 對陸配很不友善 在台灣內部製造分化對立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恐怖 就是他的手段 完全複製共產黨的手法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立體 這個徐春英 你為什麼不能 針對徐春英的爭議 一件一件的解釋 或者是你從頭到尾否認 沒有 我就沒有要提他 當我們不分區的門面 民眾黨的門面 不需要這樣子色彩立場的人 完全沒有講背書到底 而真正的爭議問題 從頭到尾都在迴避 佐拉 我好奇一個事情 因為像剛剛時期分享的什麼 愛我中華研習班 像這樣子的研習班 有沒有找過像 你是中國級配偶 有沒有找過像你說 來參加一下我們愛我中華研習班 還是說這一些有統戰背景的 這些高官 會主動來跟你們做接觸嗎 很抱歉 沒有 然後但是在20... 我是2011年過來的 2012年的話 我接到過廈門的海峽 什麼論壇的邀請 但是他突然之間不跟我聯絡了 看來只是看出我 看出我背景不單純 他在跟你聯絡的時候 你是有限後什麼玄機嗎 沒有 倒是那時候 我也沒有著急要去 我也很想去渡個底 看看到底玩什麼 渡個底 但是當時我去北京去找艾薇薇去了 所以我就沒有去那個活動 就唯一的一次找我 之後就再也沒有 也沒有中共的人找我參加活動 也沒有國民黨人找我參加活動 然後我也住在台北的話 我也比較不參加台北的活動 後來我就搬去鄉下住了 你現在住花蓮瑞瑞嘛 花蓮瑞瑞 好地方 我也有個演博師 但是只有一個鏡頭 那我請教一個部分 許春英被問到一個問題 那我們其實不能理解說 他怎麼會答不出來 就是說如果對岸要武統台灣的話 那他不敢表達他反對 我能理解他不敢的原因 他如果說要武統的話 他會丟掉很多票 如果他直白的說出武統的話 他會丟掉很多票 何況他們這些民間團體 一直走的是促進統一的路線 也就是說要不開槍 要做顏色革命一樣的 把台灣人的這個思想 轉變成新疆集中營的那種思想 就是要愛國 愛中華 所以他們的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大中華主義 他們認為大家都是漢人 就應該是同一個國家 然後想當年蔣介石也是這麼想的 他說那就是漢賊不兩立 就是切去中原 切去國土 所以他們是不敢這麼說的 但是他們這麼多年 統戰工作一直是想是做滲透工作 但是要把他們明目張張 變到革命鬥爭 暴力鬥爭 是用武力地侵占台灣的話 他們也覺得那是最後一步 然後剛才這個姐姐提到的一個情況 我想補充一下 實際上以我在中國的生活經驗 我是知道台灣人或者是外國人 在中國是接受什麼樣待遇的 比如說住酒店只能住三星期以上的 只有接待外賓資格的人才能住 普通的酒店 普通的青年旅社 普通的民家是不讓你住的 這是違背他們的規則的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辦公室叫做 台灣辦公室 台辦 還有一個外國人辦公室 當你一個記者或者是外國的背包客 如果你是台灣人 好 台灣的人會全程陪同你 說的好聽是陪同 說的不好聽是監控 然後外國人也是被監控的 他們擔心你去中國發展組織 然後像李明珍那樣子搞什麼梅花公司 去搞社會運動 他們擔心這種情況 所以他們無時無刻不再防範民間的組織 然後成為他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就是這麼一個一黨專政的一個做法 所以台灣人在中國要麼就被傳媒中監控 要麼就像這個徐春瑩那樣子 被全程好好招待成為統戰對象 想讓你回到台灣去發展勢力 建立影響力 比如說能夠當上立委 這是他們最開心的事情的 有一個立委被他們操控的話 就好比是有一個潛在的香港特首 那個女特首叫什麼名字來叫 林鄭月娥 對像香港林鄭月娥這樣的官僚 突然之間成為特首一樣的 就完全受到操控 然後整個香港就在林鄭月娥的手下淪陷了 任期內淪陷了 他們希望的是這樣的局面 當然我也不懷疑馬英九已經被跟林鄭月娥是同樣的待遇 沒有 其實這個統戰 這個統戰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回想一下剛才時期那個板子裡面 裡面有我認識的人 劉春如我認識 就是我應該是在2017年吧 我到那個桃園黃國園黨部服務當主委的時候 他就是那一屆的黨代表 他是國民黨黨代表 那我又發現這個人很熱心 就是我們是眷區嘛 那是眷村 有很多老伯伯要回中國去探親 他就很主動就是協助他們 然後協資 因為老伯伯一個人啊 沒人帶啊 他就主動協助帶這些伯伯回中國去探親 我覺得這個很熱心 很熱忱 然後黨代表的一些活動的一些 他都是非常出錢出力這樣來做 那時候不宜有他 所以我覺得這統戰很可怕 連我這種人 我們是接受過高度保防教育的人 對 你說的統戰的話 那我被統戰過 因為我在中國的話 我總要跟國保被喝茶 被請吃飯 國保 國安 因為我之所以要跟國安接觸 是因為國安盯著我 覺得我有價值 他認為我接觸很多外國媒體記者 因為我當時在中國 所以我在中國曾經被... 他有一個很響亮的名號 是中國第一公民記者 不不不不 我完整的說一下 那是德國之聲 是一家德國的那個... 媒體 公共廣播公司 它的公廣電視 對 公廣集團 他給我一個頭銜 就是中國國民記者第一人 這個第一人的話有個爭議 是第一名還是第一名 我覺得我不是第一名 因為我確實做了很多案例 很多新聞 很多獨家的新聞的報導 用我一個人的力量去對抗審查 對抗這種線下的喝茶什麼的 我一個人去做了很多 然後所以很多外國媒體 盯著我後面看我做什麼 甚至來 甚至一個美國的獨立導演 還跟著我拍攝了四年 拍了一個紀錄片叫 當時是國保國安都要來 他們對我很友善 他們沒把我當成階級的人 因為那個時候還是附近超時 他們不折騰 不像習近平這麼殘酷 所以他們的統戰策略就是 你要什麼不方便 他們提供協助 他甚至還去幫忙 去看問我的爸爸媽媽 還去提桶植物油 去看我爸爸 還拍張照片給我看 所以他們都感知... 文庭公司 很厲害 你後來是哪裡發現 開始轉變了 真的是因為習近平... 沒有 我一開始就知道 他要我叫他叫曹大哥 什麼徐大哥 我說這種 我一旦叫你大哥的話 心理上面的地位就變了 我要聽大哥的話了 所以我始終是說 徐同學 曹同學 這樣子的話就... 大家都平等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們都很尊重我 所以沒有刁難我 我是說 因為後來是不是有什麼樣的 轉變了 還是說你其實一開始 你就稍微有所防備 那你剛剛講說 我一開始防備 一開始是他們要接近我 我也正好要滲透他們 疊對疊的 沒有 對他們這個不穿緊服的權體 我是很好奇的 國保和國安都是 工作在隱蔽戰線的人 或者是政黨的人 或者是政府的人 所以我還是很好奇的 但是我沒被他控制 我是... 所以我才講 這個統戰很厲害 所以我講那一段 他... 劉春如常常協助一些 老伯伯回中國去 那我就... 我是主委啊 我當然很感謝他 就有很多伯伯一回來 就會主動來找我 他跟我講什麼你知道 主委 我跟你講 對岸不一樣 好客氣 好熱忱 沒有像以前共產黨那麼可怕 你知道我們是受了一輩子 國民黨教育都是反共 他們都是逼人家吃樹皮 逼人家挖樹根的 我就顛覆我的三觀 我說共產黨變這麼好 我說不會吧 主委有空你回去一下 你回去看一看 我就覺得不對啊 怎麼變這麼好 甚至後來這些曾經被 這位陸佩帶回去的人 就回來說 你... 你招他當副主委 他這樣可以更直接的服務我們 我告訴你 當時我還真的 真的這樣做了 為什麼 眾怒難貧 他帶回去這麼多人 每個人都說 主委你就這樣 你們這些軍人就是這樣子 小家子氣 看人家女孩子 就不當人家當副主委 我說OK嘛 反正國民黨的這個 黃國英的副主委 也不能幹嘛 就是服務黨員 我就針召他當副主委 當了副主委之後 沒有多久 2019年 中央就有人推薦他 去當國民黨的部分去 中央就有人推薦他 所以那時候郵書會不是說 是我推薦的 我沒那麼大 地方黨部的支黨部 是無權推薦人去當 這個不分區的 但是國民黨還有點良心 他把他放在不安全名單裡面 對 有安全名單 因為他不給他排17 對他把他放在不安全名單裡面 可是我覺得 我沒有說牛村如有問題 我只是說這個東西讓我警覺到一件事 這個統戰是一步一步在走的 哪怕像我們這種很堅定 對於中華民國熱愛 台灣是一個完整自主的國家 很堅定的人 都會被這種狀況一步一步步的侵蝕 那要不是後來因為習近平突然間不演了 面具拿掉 露出真理的面目 台灣還有更多人被統戰 像這些什麼兩 你只要有兩岸的 有中華魂的 有這些什麼和平統一的 其實這一律都是統戰部出的錢 對 那其實有很多 我要在鏡頭前面跟很多 以前我曾經的朋友 不管是軍中的朋友 還是以前我黨部的朋友告訴你 不要錢的東西千萬不要去 不要錢的東西不要去 因為他跟我講說 主委 不要那麼多疑心疑鬼的 我們就是反共你知道嗎 我說對 那你反共有什麼要過去 吃垮他 用垮他 玩垮他 這太阿Q了吧 真的真的 這一點都不講 他居然跟我講 我們被淘汰的時候 也是這麼想的 把拉遜的錢吃回來 對 就吃垮他 玩垮他 用垮他 可是當你去了以後 你就被他給同化了 你回來講的那個術語 我們以前早安晚安 變早上好 晚上好 全都變了 全都變了 所以我才說 統戰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 很多人被統戰 他不知道 他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幫中國 收集了多少資料 他到現在為止 沒有 那個東西都是垃圾 隨便網站上都Google的到 可是有你認證以後 那就從資料變情報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我以前好朋友 如果你有看電視 我知道你們不會看我 你們討厭我 你看了電視以後 真的呼喚起你回一點 保防教育 保防隨時敵人在你身邊 真的很可怕 馬尾 快 成功